不得不说德云社的演员都喜欢闷声干大事 9月5日由秦潇贤主演的电影爱情储蓄罐正式杀青 如果不是导演分享杀青剧照 许多网友可能还不知道秦潇贤不声不响的主演了一部电影 剧中秦潇贤饰演的张一是一个游手好闲花钱如流水的人 却遇上了一个最抠门省钱的玲玲 因为一场意外两人被骗的身无分文从而展开后续的剧情 看到剧照不少网友表示满满的年代感大金链子小手表 老秦应该是本色出演吧 不得不说秦潇贤的形象再加上剧情的梗概 除了游手好闲和花钱如流水 真的和秦潇贤挺像的 匹帅匹帅的造型 再加上是秦潇贤第一部爱情剧 不得不让大家期待 看到秦潇贤的新电影 不少网友也表示 秦潇贤怕是如今德云社跨界的天花板了 自从在喜剧人的舞台上取得了总冠军的成绩后 秦潇贤在近两年一直没有闲着 在这期间秦潇贤参演的杨明立万跟最佳新人擦肩而过 在跑男中秦潇贤跟白鹿的相爱相杀 让跑男第六季直接封神 如今还是你好星期六和全力以赴行动派的常驻嘉宾 可以说近两年的成绩兰写满了拿得出手的作品 从一位被师父调侃的网红艺术家 到如今成绩兰满满的作品 老秦也付出了许多的努力 每天就睡几个小时 常常忙到凌晨 老秦如今的成就可以说都是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 如今秦潇贤可以说是德云社跨界的天花板 师父郭德纲的爱图 看到开机仪式中师父煮着秦潇贤 许多粉丝也都露出了姨母笑 也更加期待越来越好的老秦